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雅芝工作室率先发生澄清 早在2014年赵雅芝在代言该商家极下某产品时 对方将他的肖像、姓名、使用于合同约定范围外的产品及服务项目构成严重违约 2014年12月20日赵雅芝就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单方面解除与该公司代言合同 工作室还给出相关报道 链接发布日期是2014年12月20日 网友们纷纷支持赵雅芝举企划律武器维权 但同时也提醒赵雅芝以后擦亮眼睛 别什么广告都接 不过还有网友认为赵雅这词举是蹭热度 不知这拨人是怎么想的 无论如何这次也算是给所有艺人敲响了一记警钟接待言之前 还是好好考察一下吧 毕竟他们有一大票粉丝 会影响到公众消费时的选择 不知这拨人的选择